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白俄罗斯的传统葬礼 安葬仪式通常是在人去世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举行 下葬当天早晨 首先要请神父为死者在教堂或者家里举行安魂祈祷 木坑的挖掘工作只能在下葬当天的早晨进行 负责挖掘木坑的人只能是40岁以上的男士 而且人数必须为单数 直系亲属都不能够参加 死者出病的时间必须为偶数 比如说中午的12点 14点或者是16点 但是要保证到达木地的时间正好是基数 比如说13点15点17点 那么从木地返回家门口的时间又必须为偶数 比如说14点16点 夏天可以是18点 因为夏天的这个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 根据白俄罗斯的传统 不论是在下葬当日还是在祭祖日去上坟 那么都必须在日落前返回家中 在安葬日所有的家庭成员跟死者的遗体告别之后 葬礼队伍中最年长的男性要率先拿着一个十字架走出屋外 然后跟着他依次走出屋外的 是那些负责拿死者的黑矿一项 拿花朵花环 还有窄面朝前的棺材盖的邻居或者朋友 注意棺材盖在拿的时候不能举过肩膀的高度 也就是说在白俄罗斯 死者是装在棺材里 但是盖子是单独拿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外面是可以看到棺材里死者的形象的 然后死者的家人才能依次跟出来 凡是走出屋外的人呢 都要站成两排 形成一个通道 然后等着棺材从屋里被抬出来 那么屋里的人刚把棺材抬起的时候 就要赶紧有人把停放过棺材的长凳翻过来 直到家里清扫完毕之后才能再翻转回去 如果呢很不幸 这已经不是当年这家人的第一场葬礼的话 那么还要在刚才放过棺材地方 赶紧放一把斧头 因为民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死亡再次发生在这个家里 在把装有死者的棺材从家里往外抬的时候呢 要把棺材在门槛上磕放三下 象征着死者已前往已故先祖的世界 科放的余意就是说 请接受我们的下一位族人 那么在白欧罗斯的莫吉里地区呢 还有这样一个习俗 就是在把死者从家里往外抬的时候 要有两位女性站在门的内外两侧 当死者刚被抬出去的时候 站在门外的妇女要马上把面包和盐递进屋内 同时要念死人从家出面包和盐往家入 我们之前多次说过 面包和盐呢 是家庭幸福安康的象征 当棺材从屋内抬出去之后 要马上往屋内的地上撒一把黑麦的种子 并低声念咒 咒语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再有亲人被逝者带走 同时在棺材出门时 要从家里拿一把旧条柱出去 整个送葬队伍从家里出发时 棺材把送葬队伍分成了两个阵营 那些走在棺材前 拿着十字架 圣像 遗像 和花环的人 他们都不是死者的至亲 所以在葬礼之后呢 这些人是可以继续参加传统节日庆典 正常生活的 而那些走在棺材后面的人 都是死者的至亲 那么这些至亲呢 必须在此后一年内 遵守守效的生活节律 在白俄罗斯 死者的最后一段人生之路 也就是从家门口到墓地门口的路 都要通过抛洒云山树枝来做标记 那么送葬的人呢 会提前算好云山树枝的数量 保证这些树枝能够撑到最近的十字路口 或者村头 白俄罗斯民间俗信认为 如果准备的云山枝不够 就会导致家族另一位亲人去世 当葬礼队伍走过 离家最近的那个十字路口时 家里会立即开始 清扫和拖洗地板的工作 通常呢 这样的事情都是请邻居和朋友来做的 至亲是不可以做的 在送葬队伍返回家中之后 要记得把刚刚打扫 家里用过的水和垃圾 都拿到十字路口去 到达墓园后 在把棺材放进墓穴之前 死者的至亲要再次与死者做最后的告别 这时的棺材呢 要先停放在挖墓穴时挖出来的土堆上 死者的至亲根据年龄和与死者亲疏程度 依次亲吻死者额头 嘴唇和手臂上的花环三次 然后取出棺材里的花 并且把捆绑死者手脚的绳子解开 放到死者的脚下 注意这个绳子是具有法力的 所以最好不要轻易被别人拿走 然后呢 男士们会用一条长条巾 将棺材缓缓地掉入到墓穴之中 然后死者的至亲呢 要往墓穴里撒钱 为什么呢 因为要为死者通往那一室的渡口来付费 其他的亲属和参加葬礼的人 也要往墓穴里撒东西 不过他们撒的是三把土 接下来挖墓穴的人开始填埋墓坑 墓坑填埋好之后 要在上面放一个十字架 一般来说呢 如果死者是东正教教徒 十字架就要放在头顶 如果是天主教徒呢 十字架就要放在脚下 然后在十字架上摆上花环 并在十字架的跟前摆放死者的遗像 注意在白俄罗斯的葬葬礼仪中 死者的遗像只能有这一份 安葬仪式结束后 葬礼队伍中最年长的那个人 会第一个离开墓园 表示他愿意承担下一个 出现在上帝面前的责任 白俄罗斯民间认为 谁第一个离开了墓园 谁就会第一个回到墓园 所有参加完安葬仪式的人 都需要返回死者家中 不能直接回自己家 那么回去之后呢 要参加死者家中 在葬礼当天举行的丧宴 回到门口之后 所有的人都要洗手 以防把不幸带回家中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刚才在墓地上时 都曾经往墓坑里撒过土 接触过那个世界 好 下面请 欧里格老师 带大家学习今天的白俄语 欢迎订阅 请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好 到最后期见 到最后期见